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影讲述的名女大学生在父母经营的诊所 因为不当医疗操作 导致胎儿死亡必须向病人赔偿的情况下 他打算将自己意外怀孕的孩子生下来 以此作为赔偿给病人 在这150分钟的时间内 导演黄契和大宠龙哲 展现了一束鲜活的市井百态 一般的方方面面 自然的就会呈现出来 黄契的电影故事很多都是源于 他年少时的个人经历 因此能够细腻地刻画人物形象 真实地展现农村女性的脆弱和无奈 他曾经有多部影片 例如笨鸟、鸡蛋和石头 获得国际奖项 该片的另一个导演是日本的大宠龙志 他还有一个身份是黄契的丈夫 这对夫妻搭档 接着会拍摄一部以中年女性为题材的电影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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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